好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我们这次来看一下魔化加一这个角色 那魔化加一本身是一只蛮强的输出 也是一只很好用的工具人 那其他队伍组合呢蛮弹性的 又在纯暗队或者说在一个4保1 极限4保1当中充当一个辅助位 或者在双核心输出队伍当中担任-c 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他最大缺点在于他是暗属性角色 基本上他的功能性我觉得 强加于很多其他角色来说 泛用性没那么高没有那么亮眼 但他的强度依然是非常强悍的 所以如果你是无课 或是你是微课玩家想要抽他的话呢 一样OK但就是要慢慢练 大课长的话呢抽起来练满我觉得是OK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觉醒效果 首先是觉醒之星 七巧生命伤害提升15% 每释放一次便永久提升15% 最多疊是15% 技能2 情谊双方只要任意人行动 另外一人就提升30%的抗暴 等于说这就是一个另类的互相争抗暴的一个效果 那我觉得这个情谊联动也是非常强悍的技能组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小小的技能 首先七巧生命 对生命比最高的三个敌人造成200%的攻击伤害 最高可以到什么200是15% 七巧生命伤害便永久提升15% 七巧的生命伤害 生命伤害 这四个字有点悬啊 不对他是七巧生命的伤害 对啊提升基础生命 没事 技能组七巧生命看的不习惯 想说是打真伤那就很恐怖了 好 等于说最高可以到245%的基础攻击力伤害 60%机会再附加15%最大生命值的真伤 真实伤害 所以其实这一招打下去是非常痛的 然后再来黑暗涌动 加攻击加生命加暴率 场上其他任意单位阵亡 永久提高加一的暴率跟暴伤 等于说他是可以玩一个极限多暴 保一的一个玩法 只要其他角色一直死 他的伤害 就一直往上跌 那建议会走一个双输出核心的玩法 会比较好 因为这样才可以有效的 把他永恒情仪 发扬发扬到最大的效益 再来永恒咒应 魔化加一释放永恒诅咒攻击敌方全体 造成220%攻击力的伤害 对咒应的角色有50%概率附加沉默 对没咒应的角色可以附加咒应效果 所以其实在魔化加一来说 会比较倾向于可以在暗队玩 因为这样的话 还额外附加一个沉默的控场效果 但今天如果他是在杂射队 或在极压队伍当中玩的话 一样会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在于他的第四技能 战斗开始时 加一会和友方攻击最高的伙伴 缔结永恒情仪 情仪 情仪双方任意人阵亡时 任意人进入魔化状态 每个伙伴首次魔化时回复60%生命 等于说他是可以真的玩极限4保1当中 做一个定位的 他有点像陶乐斯那样子 开场放个技能送掉就算了 顺便回血 永恒情仪一样 练度很低 占第一排开局送掉 把魔化效果加到我方的主C身上 把主C的强度再往上拉高一截 所以其实 这只角色算是一只非常强大的工具人 本身作为主C 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一来是打真伤 二来是 一来是打真实伤害的15% 加上觉醒之后的效果 二来是 他只要跟另外一只辅助绑住的话 死亡之后魔化在他身上 伤害更恐怖 再来 厂商任意单位死亡 可以让永久提高 他的5%爆率和10%爆伤 最多跌5成 等于只要搭配一只复活角 就可以把这所有的buff都拿满 拿满之后的加1 伤害是非常非常的恐怖的 所以总结这只暗法 其实他非常的强悍 作为工具人 作为主C输出 都有不错的表现 在暗队 砸射队 极限4保1当中 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那一定会有人说 冷月他的符文适合怎么放 其实我觉得他的符文 我们基本上会带几种为主 按照法师的模式去带就好了 首先魔帘一定要有 暴率我会推荐带一下 暴伤也要带 迅捷也ok 魔力 认真来说啦 其实魔力我觉得是可以带的 就魔力给的一个效果也很不错 然后会有人问说 冷月他贪婪要不要带 贪婪的话我觉得就 比较还好 就你可以带 带了增加他本身的续航能力 但你也可以不带 靠其他角色保他这样子 那穿透 加1对于穿透的需求度会相对低一点 因为他有打真实伤害 但如果可以上穿透的话呢 一样穿透带的会比较好 所以魔帘迅捷魔力 暴伤暴率 穿透 然后再来是什么 我们的 专注其实可以用啦 就如果你不小心洗到的话 可能搭配一个比较重要的 像法帘什么之类的 那专注可以先留着没关系 但他不会是主要的选择 然后贪婪 贪婪也ok 波动其实也能玩 必须要讲波动其实也能玩 但不会是很好的选择啦 就主要选择为前面的那六招这样子 好那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我们的这一只 魔化加1的一个小小的介绍 他是非常强悍的主C 也是非常强悍的工具人 可以当辅助也可以当输出 算是比较万用的暗系法师 那当然啦 那养成上暗属性自然会比较难养一点 所以说要玩这只角色的人 请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荷包够不够去负担 养他的成本 那无课玩家你可以考虑说 诶我规划后期要使用他 前期就慢慢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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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浓支援 反正这个游戏向来一个定律 铁打的辅助水流的输出 辅助基本上他的存在价值存在效益都是非常久的 那输出自然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新人换旧人 越出的角色会越来越强 只有辅助的定位比较不好取代这样子 好 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准备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欢迎下方留言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人类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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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